很多人会打撞球 也有不少人会打保龄球 但如果用撞球打保龄球 你会吗 撞球高手佛罗安 隔着球台再来一记空中推干 母球命中球道上唯一的球评 技巧是在高超 而保龄球高手杰森也要秀一招 成功全倒 杰森不是单纯的让保龄球击倒球瓶 而是打中放在球道中间的一颗母球 和两颗子球 使得撞球回弹之后扫空球瓶 这一切都要精准配合 一点点误差都不允许 而且还没完 这两个人还要同台秀一招 仔细看佛罗安的母球弹回来的时候 杰森同时丢出保龄球 这大球小球刚好错过 像是用电脑计算过的一样 必须在一刹挪之间送出球 还能全倒 真是叫人佩服 如果看到这些影片 可能他们会去玩球 或是去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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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未来的球 情绪这两位高手在录影之前 从来没见过面 同居一堂是为了要共同宣传 撞球和保龄球 而第一次碰面合作 录影只花不到一天 现场想出各种特技 并且荡爽表演 神级技巧令与赞叹 还有更厉害的特技 香港电影里的扑克牌功夫 竟然在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我上下 我上下 你上下 汽水瞬间喷出 大陆青年冯阳旭 竟然用扑克牌 把汽水罐给射破 滤罐严重裂开 像是被钢剪剪破的 难道这扑克牌 有被特殊强化过 下面我用手做的纸具扑克牌 现在你们的扑克牌 都是纸的 当场撕碎 证明扑克牌是纸做的 接着他要表演另外一招 纸牌像锐利的刀片 直接切开小黄瓜 他究竟怎么办到的 原来 风扬旭多年之前 看到电视上 有人表演纸牌特技 让他惊讶不已 而从此之后 就一头栽进其中 其实练这个呢 反正一个东西都 不是那么轻易的事 但是你喜欢它 就能够坚持下来 纸牌应该切了 最少也有几千罐吧 像扑克牌已经费了 没怎么统计 应该有好几千副了吧 其实纸牌能够切断小黄瓜 或是割裂汽水罐 首先要集中手的力道 而力量被施加在 纸牌的冰原之后 一张牌瞬间就能切割东西 桌上玩的扑克牌 竟然像飞镖一样 试出各种功夫 令人打开眼界 只不过接下来 你绝对猜不到 这个奇怪的声音 是怎么产生的 你在安藤丁 你在危险室 一呼吸就发出特殊音效 美国男孩安东尼 没有特异功能 他会这样是因为 我吸引了狗狗狗狗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怎么可以确定 玩如卡通般的搞笑情节 竟然真实上演 原来安东尼吞下了狗的玩具 结果玩具卡在石道上方 现在呼吸咳嗽 就会发出塑胶小鸭的声音 还得开刀取出 让人哭笑不得 说到吞东西 这边印度男子吞的东西 才真的叫人吓一跳 医生手上拿着好几把锐利 却又生锈的刀 这通通是从印度男子的肚子里 取出来的 总共40把折叠刀 最长的18公分 他说某天忽然很想吃铁 于是就开始吞刀子 更离奇的是 他竟然吃了两个月 才肚子痛 所信手术取出所有刀子之后 人已经没有大碍 但是医生建议 如果下次这么想吃铁植的东西 可以吃菠菜比较安全 博尔特搜带你搜罗 世界之旗